您关心天气的消息 今年第14号的京都台风 也就是彩云 今天凌晨两点钟已经形成了 尽管现在这个台风对于台湾 其实还有一段距离 不过要告诉您它朝西北溪的方向 也就是有朝台湾而来的趋势 所以气象局密切地关注它的未来发展 包括事实上我们看到呢 在今天天气已经相当的不稳定了 因为今年两天呢 都是因为在旅宋岛附近热带性低压的关系 造成包括台湾的东半部跟恒春半岛 都会有豪雨发生的机会 一大早北部开始毛毛细雨 天气降温了好几度 没有之前这么热了 气象局指出这是因为受到旅宋岛 东方热带性低气压的影响 因此东部及北部地区都会降雨 重点是在今年的14号台风 彩云在凌晨形成了 是否铺台未来几天是关键 目前14号台风彩云呢 距离台湾大约还有3100多公里的海面上 那预计它未来是朝西北溪引煤小时 14公里的速度前进 那可能在这个周末之前呢 对台湾的天气都不会有影响 气象局指出 彩云青台目前朝向西北溪方向移动 会不会直播台湾还要观察 预计18号距离台湾比较近 大约只有1000多公里的时候 将决定整个台风行进方向 未来几天都将是阴雨绵绵的天气 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周二 基本上都会受到这个热带型滴气压 或者是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全台各地都容易有下阵雨的天气 阴风面的东部及东南部 以及北部地区 不只有阵雨还有强风 局部的山区还有大雨跟豪大雨 民众一定要提高进决 中天新闻陈振和肖湘怡 台湾报道 中天新闻陈振和肖湾